被陈觉目光看得一楼 齐玉立马打了个啰嗦 这句话问的分明就是不乐意了 齐玉赶忙缩了缩脖子 说道 陈兄说的是 是齐某不知足了 陈兄误怪 误怪 陈觉住的还算舒服 也打算一直住下去等陆陈出来 故而只是呵斥了一声 一丝一丝了事 也不再为难齐玉 不过他还是提醒道 齐兄啊 你若不想招来杀身之祸 此事莫不可再提了 齐玉冷汗都下来了 咽了咽口水连连成事 随后赶忙岔开话题问道 陈兄啊 那 陆陈真没死啊 陈觉恨恨地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眯着眼睛 透出一股杀气 不确定 不过 他最好死在里头 否则 我一定要让他尝尝我的厉害 齐玉有所怀疑的 陈兄真的有信心能够战败陆陈 陈觉扫了齐玉一眼 信心十足道 他还没有入尊元大门 自然无法体会尊敬的奥妙 我可以告诉你 没有领悟到尊敬玉庙的上尉神王 跟已经领悟了玄妙的人 根本是两回事 陈 陈 就算他再厉害 也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 深秋的紫叶 月儿银盘式地挂在天际 散发着冷灰的润光 神界浩土一片凝合 无数点缀在夜空的朦胧彩霞 让星辰升起一缕缕暗淡蕴边 生神古殿空无一人 清凉的古殿 出奇的境 阴暈的紫檀香 鸟鸟远回 似云似雾的充斥在弱大的古殿当中 只有门外 两个彪形的大汉 无精打采地对着茫茫的深夜发呆 暗夜中的古殿 呼得刮过一缕一风 平静的古殿中心 一波银亮的白光 诡异浮动了一会儿 慢慢扩散开来 好似打开一扇通往二重天空间的悬门 古殿中的天地元气 并没有引起门外两个守殿卫视的注意 无声无息地散发着白光 也仅仅在几米范围内 蒙蒙发亮着 并未散开 不多时 一个黑袍紧裹的人影从白光中走了出来 她的目光很清澈 宛若潭溪之水 悠悠不见底 透着深邃和睿智 说不得那张古铜色的脸旁还有一些木呢 但在三细过后 便消失得荡然无存了 她紧了紧手中的白光 无法拿捏的错觉 让她愣了愣神 随着白光在手心中慢慢消失 脑海中一道信息流过 她方才露出诚然的神情 哼 飞天涯 第一次听说 抖了抖身上干净整洁的长袍 人影无语地叨咕了一句 不虚不及地走出声神殿 门前两个守卫正眯着眼睛 半睡半醒地偷着懒 哪曾想到古殿中会有人出来 那轻轻的脚步声 很快令二人警觉起来 飞身跳出将大门向殿外的路挡住了 看着门内走出一个人影 两人不由地心下亥然 城主和陈大人离开的时候 一边已经没有人了 生神殿又只有一个门 它是从哪进去的 之前怎么没有发现 正纳闷着 人影已经走了出来 两人下意识地靠在了一起 冷声贺问道 大胆 你是何人 胆敢擅闯生神殿 两名守卫扯着嗓子喊出来 肩抗和警惕的贺声 顿时引起了附近巡逻的店前卫士们的注意 一时间 暗夜的沉寂被贺问声打破 声神殿外广场迅速涌来大队身着青色甲皱的修饰 中手的一名青甲教卫打扮的中卫神王身高马大的走上前来 在那两个守卫身上扫了一眼 冷声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大人啊 这个人偷偷摸摸地进了生神殿 不知道要干什么 两名守卫见有了主心谷 赶忙如实禀告 笨蛋 有人进了谷店都不知道 你们干什么吃的 那叫为装扮的神王 先是怒斥了二人一番旋即 仔细打亮起人影来 借着漫天洒下的月光 武殿门前人影轮廓 渐渐的清晰 五百年来 生神殿前守卫更迭 有很多人都不认得昔日 那个从列南山一路杀到生神城的凶神 但青甲教卫却记忆犹新 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 当那张烙印般的脸庞出现在他的视野当中的时候 青甲教卫瞬间石化在殿前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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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青甲教卫看到那张在他心头无法磨灭的面孔 连嘴皮子都不利索了 忍不住的打起了寒颤 站在他身边一众修士守卫们 何曾见过他们的大人如此无能果 不由的多看了陆臣一眼 不过 他们怎么也看不出 这个人有什么能让大人心惊胆寒的本事 毕竟这里是生神城 大人修为虽然不高 可也仅次于上位神王 青甲教卫困难的咽了咽口水 他很想扭头就离开生神殿 有多远走多远 可是 他的职责所在 又让他不能这么做 想起其余的叮嘱 青甲教卫伸手搭了搭前额 手心马上攥出了把汗 回头 对着一个亲信 战战兢兢的说道 徐同志城主 唤害神王大人来了 生怕陆臣不高兴 即使知道城主府还住着一个来自门族的高手 青甲教卫还在称呼上加了大人二字 显得无比的恭敬 那些生神城的修士们 陡然听到陆臣的名号顿时全场哗然 近百的守卫队伍整整齐齐的倒退了一步 大 大人 青甲教卫恭紧的把腰弯到了九十度 汗如雨下 陆臣平静的打量着青甲教卫 从容的夺出了生神殿 站在殿前广场上 望了望天上的满月 无比田静的深吸了口气 他来是想让人找到生神城主问问非天涯的所在 看起来现在不用了 眼前这个中卫神王已经帮自己办了 非天涯 是陆臣完成了失恋以后走出灵霄界时得到的界外传音 虽然不知道是从哪里传来的 但已经明确的指出他该去的地方 非天涯 妙泽神师正等在那里 还有开天使府 你们退下吧 陆臣摇了摇手 知道自己恶名在神界中传来了 也没有兴趣解释 他还不至于嗜血到见人就杀的地步 神界中人把自己想成什么了 啊 龟子手吗 正想着 忽然间树道青光在暗夜中从城中闪亮了起来 生神殿的前后几个方向 挤出巍峨的楼宇中 不断的涌现出大量的高手 其中有两人速度最快 眨眼间便来到了殿前广场 陆臣抬了抬头 将目光锁定在一个杀气腾腾的上位神王身上 深邃的神霄法眼微微一闪 便认出了此人 绝尘 冤家陆寨啊 陆臣勾着嘴角 笑了起来 陆臣 你终于出来了 你还记得陈某吗 陈觉提着紫雀剑 恶狠狠的飞来 流转在他身上的神力实质化 喷勃而出 恐怖的杀机笼罩着 生神古殿广场近数百米方圆 生神城的守卫们 何曾感受到如此惊人的修为 重重气浪席卷的生神古殿广场上 一股浓重的杀机 让他们情不自禁的神魂颤抖 陆臣细调地打量着五百年前 在自己手中侥幸 逃得一命的门族弟子 在他看来 五百年前的陈觉 不是自己的对手 五百年后 他更加不配被自己正视 记得 陆臣摸了摸鼻子 一副不嫌不淡的模样 分明没把陈觉放在眼里 你不是 那个圣阳公的弟子吗 看来五百年前的教训 还不够深刻呀 啊 怎么 疲痒了 还嫌挨打挨得不够啊 这次陈建来了没有啊 要是没有 啊 就麻烦了 陆臣不屑地说着 语气中无不透露着 讥讽的异味 说得陈觉大脸一红 五百年前那件事 差点让陈觉变成了 族中的罪人 尽管陆臣的修为 让五大门族都丢了面子 可回到族中之后 陈觉还是少不了 被人冷嘲热讽一番 说不得 要不是陈建找到了天悦说情 现在他能否活着 站在这里都不一定呢 所以他对陆臣的恨 由来已久 深入骨髓 陆臣 你羞的猖狂 我在这等你 就是要一血五百年前的耻辱 一会儿 我看你还能不能 笑得出来 这么有信心 陆臣斜斜的笑了起来 那就来吧 我可没有时间让你浪费 无需多说 陆臣笔直的挺了挺胸膛 等着陈觉出手 其欲 见状不好 大手一挥 记出一道法令 生神弟子 听令 退出广场 一众守卫弟子 迅速退去 尽管他们都想一睹 高手的风采 但是 碍于陆臣出了名的 杀法果断 他们可不想把脑袋 别在裤腰上 去看一场能够让他们结束这修来不义道徒的强者之战 陈觉宁笑着 仿佛五百年来的屈辱终于能够得以发泄似的 兄弟的目光落在陆臣身上 宛若已经让陆臣变成了死人 他这五百年来过得并不轻松 灵机乍现地领悟了尊敬玄妙之后 更加努力 为的 就是今天 他不觉得陆臣在试炼中走出就一定成尊 因为陈剑说过 试炼 只是神识对只有大尊遗孩的人的考验 真正领悟尊敬玄妙 是在尊源之门里 感受到尊敬的玄妙之后 陈觉的信心十足 一向眼高于顶的他 在门内也是迅速崛起 陈剑曾经告诉他 他心中有魔 便是陆臣 只要踏过这个坎 他将是门族中少有领悟尊敬玄妙的 得以入尊的高手 自从听过这番话后 陈觉更加的努力 一重天太虚空间 在两百年前扩张到足足两百万里的程度 让他有着充足的信心杀掉陆臣 视野中 陆臣那淡显而又嘲弄的笑容 在他看来太微不足道了 因为他马上会让陆臣目瞪口呆 邪你这路臣 陈觉记起了无上的仙纲 澎湃的法力于天地元气中搅动着 瞬息间进入到了尊敬的玄妙当中 齐玉一直希望得到尊敬玄妙的奥秘 并经一瞧 感受着那天地动荡的元气 几乎与陈觉融为一体时 灯使神情大变 哎呀 这是什么仙觉呀 太强大了吧 他没有路臣独到的悟性 还没看出来陈觉内息 与天地元气周转徘徊的特点 这样就无法领略到尊敬的玄妙 不过他还是感觉到很强大 很很强大 非常的强大 同为尚未神王修为 齐玉突然觉得自己在尘觉面前 渺小的如同蝼蚁 这就是尊敬玄妙的力量吗 哎呀 可悲的路臣啊 刚刚通过试炼居然遇到了尘觉呀 看来开天师父跟他无缘了 齐玉怜悯的想着 在场的修士弟子们跟齐玉一样 无不因为陈觉突然展现出来的大道震惊莫名 他们无法了解这股力量的真正来源 但绝对察觉到尘觉身上的不凡 震惊中 众人纷纷向陆臣投意怜悯的目光 反观陆臣 田径中的神情 呼的夹杂着一抹哑然的意味出来 不过在他的脸上却一闪即逝 哼 哦 果真是尊敬的玄妙啊 不过你还差得远呢 陆臣微微一叹 身影诡异的浮动了起来 就像一团虚无的泡影 消失在殿前广场中 还未等众人回过神来 漠然间 陈觉面前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 从无人的空中疯狂的涌出 这股力量突兀的强大 来得让人根本来不及反应 直到他们听到一声巨大的轰鸣的时候 方才看见陈觉那不可一世的身躯 如同炮弹一样 狠狠的砸在了广场上 瞬间惨败 哼 这 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整个广场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当中 一切演变得太快了 快到没有眼花缭乱的感觉 也就是一瞬间的功夫 陈觉宛若人形炮弹一样 被打到了广场的地底 那人形的大坑或许并不太深 但恰好能让升神城的弟子 以及奇遇看到陈觉那张满是血污的大脸 以及胸口洞穿了掌撞血洞 一章惨败领悟了尊敬玄妙的陈觉 这是何等的实力 或许升神城的弟子们不了解 现在的陈觉有多么的强大 但奇遇却是再了解不过了 身为上尉神王 他能感受到那容身于太虚中的无上妙境 恐怖的修为 加上对天地治理的参悟几乎让陈觉变成了太虚空间的一份子 几乎囊括包揽了所有天地元气的绝尘 在他眼中就是无敌的存在 至少奇遇知道 自己绝对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 从陈觉的手中接下哪怕三招 然而 就是如此强大的实力 在陈尘的面前竟然渺小到如此不堪的境界 一掌 哎 那可是一掌的 连他怎么出手都没有看到 这是什么概念啊 陈宇感觉自己的后背都被汗水浸透了 冷风吹在身上 强大的肉身都无法抵挡陈尘给他带来的慈目冷衣 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五百年前 即使神界八成的万孝海城主和五大门族出动的高手 都奈何不了陈尘 天才 空前绝后 史无前例的绝世天赋 雅雀无声的生神殿广场上 不断涌现出闻声而来的城中高手 当他们看到陈爵有劲气没出气的躺在地上时 军事不解发生了何等大事啊 然而 当他们不断的逼问着那些见到这一场面的修饰的时候 竟然得不到半点答案 所有人都实话在广场外围 说实话 陈尘这一掌并不像想象中的惊人 只是瞬间的秒杀带来的震撼 让人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